农业是台湾建设的基础 但仰赖化学肥料与使用过量的除草剂 往往造成土地的破坏 南投县猫罗西社区大学 为了让学员了解友善农作的情形 把教室搬到中寮的园区 并请资深的学员经验分享 希望提升学员的参与感 一起推广友善土地的农业 来自台中草屯南投社区大学 友善农业管理班的学生 集结到中寮乡 将教室搬到户外 进行社区回馈 以及农业经验交流与分享 我们都知道这几年 因为食安一直出现 让民众不安心的这个问题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有机农业或者是我们不用要栽培的 这样的一个农业耕作方式 就受到很高的重视 可是因为农政单位所开的 这些的各种的农业课程 实在是生多周少 所以我就朝着在社区大学 开这样的一个科目 那在开课的过程当中 发现我们的消费者 事实上对这样的一个知识 这样的概念 如何能够吃的安心 如何能够种出自己能够信得过的 这样的一个食材是非常重要的 课程的安排十分丰富 除了老师的讲解 现场也有洛璃嫁接 同价搭设 以及有鸡肥制作 可以说是相当多元 第一个阶段我们是用分组的方式 分组方式里面有 就由王如意老师亲自讲解 在延期里面所有的作物的 并从爱防治等等之类的尝试 那个另外一组是洛璃的嫁接 因为肉里现在是一个高经济价值的作物 高经济价值作物 而且对营养成分也非常的高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分组部分 另外一个就是平面式的棚架架设 因为我们一般家庭式的小龙的话 他想要种一些盘藤类的蔬菜 比如说丝瓜 哺瓜 还有满天星等等之类的 然后教他们来架设这个检疫型的这个棚架 经由社区大学课程的启发 学员更能了解无毒耕作 以及有机栽培的方法 对于食材的选择也会更加清楚 我希望说我们的环境 由我们的教育开始 我们自身做起 自身做起就要从自己做起 环境就是靠自己 那你自己做任何事情要有一个心 你没有那个心 你说哎呀不可能啊 有机绝对不可能 有机那么贵 有机这怎么会贵呢 大家都一起种了 它就便宜了 我们是说家里有一双地 南部地 我们有的用五三米饭 像我们的汤子 塑的汤子是什么 用一些那些 我们的布置布和三米饭 然后把骨饭拿出来 用一些土壥拿来蒸 我们自己蒸 然后自己吃 对我们身体更健康 那么 几个学期下来 发现每一个人除了说 真正找到了 能够真正找到真实材之外 在整个作物的栽培过程当中 那种原意的疗愈的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收获 无毒及有机栽种的方式 目前正渐渐流行 尤其经历几次的食安风暴之后 有人开始自己DIY种植 运用简单的器具 以及友善耕作的方法生产食材 民众对于食材的选择上 也有了新的思考方向